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直電改 今天我們要繼續玩直棒野球婚A 話說S卡已經開到第10張了 這個果汁機竟然還沒出啊 不知道K是在搞什麼 因為按照往常來說的話 當S卡抽到第10張的時候果汁機就會出 而且去年也是差不多在這個時候出果汁機的 但是不知道什麼果汁機到現在都還沒出喔 這倒是很奇怪 那今天這集呢我們來講一下這一次 2020年S1出的王牌投手 跟預測的一樣喔 這一次果然是輪到各隊的王牌投手出來 那這次也會加入我的這個評價牌行 順便說一點啦 就是我這個公司好像還是有些缺陷 就是野手的部分分數好像會比較低一點 那這層要只好再做一些調整 改一下公司的係數之類的 OK 那我們今天就一樣開始從這個C5的 投手開始來介紹吧 所以呢這一次 這一次王牌投手裡面唯一個羊頭 NEO 那他的球尾有76 控球呢到A81 體力是74 NEO的去年的成績其實抽起來不錯 那costal是29 然後是先發的部分 那球種的部分呢有一個A的球種 那他總共的話呢這樣子是五個球 六個球種 還有兩個C的 球種呢算比較差一點 那但是這個數值其實還可以 去年是12勝1敗喔 防禦率2.87 所以整體來說其實不錯喔 那分數呢是242.1分 評價是A- 好 那下一位呢是軟移的千賀緩大喔 千賀緩大的話呢 他的球會82 體力83喔 通過那個稱號的話 應該可以讓他兩個同值 那控球比較低是66 千賀緩大的問題就是在於說 他的控球比較爛一點 主要是去年的寶送比較多 那他的畜生球也比較多 costal是19 那抽的四星是S 是先發 不過球種很不錯喔 因為他的球種的話呢 有一個這個變化幅度很大的 紫插球 但是千賀緩大 我記得他去年的紫插球是S啦 那今年變A而已 那他的球數可以到161是這個 數球B 那還有一個卡特波爾也是A的 呃 抽種還算不錯 堅力也有到A 那大家可能都覺得千賀緩大很強啦 不過因為他的控球B爛 所以在我這邊的評分會比較低一點 是245.9分 評價是A- 比剛剛的NEO還要再高一些啦 主要是他的控球是真的比較爛一點 那再下一位是熱天的暗孝之 暗孝之的部分我覺得蠻奇怪的 就是熱天的王牌頭手應該是澤本安大才對 那澤本安大在開季就出來了 暗孝之則是輪到這個王牌頭手這一群的時候才出來 這倒是也是有點奇怪 暗孝之的話呢 他是球威跟體力天然雙B同質 78 79 78 整體來說 他都通過稱號的話應該都是機會上有A的 偷手29 但是他的缺點就是他的球種就比較少 只有四種 有兩個B 訴求跟這個曲求是B 那偷手四性的話是先發的部分 這邊就比較是他的缺點了 那整體來說 數值都還算可以 所以他的評分呢 分數是到242.1分 評價是A- 目前的先發都是A-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位的部分 史羅的史丹布 史丹布呢 史丹布本來就是先發沒錯 但去年的話好像是中繼比較多 那因為他支援中繼的關係 所以他透過四性的話 其實先發跟中繼都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拿他來當中繼的話 也是一個很強的中繼投手 76 天然雙B同質是球威跟智球 那體力也是75 還算蠻高的 投手29 球桶的部分還不錯 這樣子的話有7種 兩種都要B的 可以看到暴魯以及這個SIM卡 生卡球的部分 算了還不錯 那他的分數呢 是245.2分 分數比較高一點 是因為他的投手四性的關係 那再來的話呢 下一位是去年的聖頭王 去年好像我記得是拿了15聖嘛 對 那也是差一點的防禦力王 那因為 有人憨平去年的防禦力其實也蠻低的 只有這個 2.46 那三本優勝的部分是因為他剛好達到投手局數 所以有人憨平其實是差一點變防禦力王的 他的控球呢 跟 跟那個 球位是天然雙A同值 已經雙A同值了 體力有79 COSPO29 整體就更不錯了 那他的球種也很不錯 他的球種的話 有3個B還有一個A 總共是這個7個球種 他的直插球跟速球都還不錯 還有他的縱向滑球 投手四性的話是先發的部分 那他的分數呢 是254.7分 評價是A加 那再來下一位是 歐利4的三本優勝 去年的防禦力王 球位84 蠻高的 那控球是77 體力79 用稱號應該也沒有辦法讓球位跟控球是 同值啦 那他的COSPO到30喔 今年30又多一位 然後他有四性的話呢 所以先發的部分之外呢 中繼到超三的時候也可以使用 所以也是一個可以拿來用很強的中繼啦 那他球種更好了 他球種的話呢 有到8個球種 所以他的的話有A的速球 以及A的快速直插球 還有他的這個D卡布也是C的 他的暴如B都還不錯 然後後面的話 也有三個C的球種 其實還說很強 那他除了球種有很大的加成 在HATO的四性是有一個加成 所以呢 他的分數呢 達到了這個今年的 應該是今年的S1的頂端了喔 因為看起來應該不會有比三本優勝分數更高的了 分數達到破表了265.7分 分評價在S 那我們上一次在這個 第一彈TS裡面有看到的這個浮游效解嗎 他分數是 是剛達到S而已 259分左右吧 那他這個三本優勝的話是265.7分 更高的一個分數 但是就剛剛講的 野手的分數好像是有 都會有點偏低的問題啦 那再來是這個巨人的兼野智之 兼野智之的話呢 他的整個是 不管是他的球威自由體力 整個都是A以上的 球威跟體力是天然雙A同值 後手達到30 控球82 很不錯的成績 那他的球種呢 也有八種 有三個B的球種喔 速球以及縱向滑球 還有這個橫向滑球 主要是先發的部分 那千年獅子其實他這個 去年獸三的關係啦 所以 他的能力是大幅削減 不然在本來的話 2019年S1的 劍野智之他的 球威製球體力分別是84 85 85 這種超級高的成績 所以他的球種呢 我記得有一個S的滑球 應該有A的球種 所以他整個是被大幅削弱 球種跟數值三位的部分 那 劍野智之其實去年本來還有一個 呃 終結的部分可以用 直到超五的話 可以用劍野智之 那劍野智之的這樣子分數呢 是達到260.1分 評價是S 所以就像劍野智之 他大幅削弱之後 他的分數還是有到S的啦 那順便來講一下 我稍微計算一下 他沒有削弱之前 他的這個分數 呃 讓我不禁懷疑 我這個公司到底是哪裡錯問題 是277分左右 這個分數真的有點爆表啦 他的球種很強 然後他的這個 數值三位分數加起來很高 所以 因為我這個公式呢 是用這個 去年 第二季 有包含OB的球員 來做這個標準 因為OB才有那種 真的很強的那種選手嘛 他那個時候 劍野智之眼已經被削弱了 所以我是拿那種 OB選手來做為這個高標 所以 整個標準的制定 才會是這樣子 那下一位的話呢 是 DNP的金勇生態 就算是他的話 控球一樣是比較 跟 那個千二晚達一樣 比較低一點 是69 60幾 到11 那他的球位是82 體力是80 Costo29 那他的 頭手四季的部分主要是先發 但是中氣的話 到超5可以使用 球手的話 也還算可以 雖然只有5個 但是有一個 A的訴求 以及B的change out 又是變速球 那因為控球比較低的部分啊 所以說呢 他的分數就比較低一點了 是239.8分 平衡到B加了 那這可能是因為 跟他的球種 跟他的 控球真的比較低一些 所以分數到B加 比剛才的千二晚達 還要再低 蠻多的 平加到B加的 王牌頭手啊 好 那我們再來看到 下一位的話呢 是 板神的西勇輝喔 那西勇輝 他的控球 跟那個 體力是天然雙A童子 球威比較低點是76 Costo29 後四季的部分主要是先發 他的球種其實是真的還蠻不錯的 他有三個B的球種 總共的話呢 有 八個球種 那分別是速球 以及高速的速斗 還有這個高速的滑球 都有到B的這個 數值 例來說 真的算蠻不錯的啊 那他這樣子的話 分數呢 是254.9分 評價是A加 這樣挺高的 下一位是管島的大人大地 最大他的Costo到30了 所以 代表說整體 整個聯盟 Costo30的球員又增加了一位 大人大地本來應該是28而已啦 我果應該沒記錯 但我覺得大人大地應該 我還記得是有緣寒平變Costo30欸 大人可以變30啊 其實我不太懂他的Costo到底是 怎樣決定讓他提升的 跟能力好像沒有說絕對的關係啊 那他的球位是79 控球跟體力都有到A以上 是8182 湊的事情主要是先發 那不過他的球種的話是6種 有一個S個塔特暴如 卡特球還有一個這個 B的這個 縱向的這個 卡套 我不知道是什麼球種 那他整個補球啊 這個Slow Inc 還有這個監力都是有到B以上 還不錯的一個選手 那分數呢是253.1分 平常也是到A加 那再下一位是這個 中日的大野熊大 那野熊大的話呢 他的體力就比較還蠻高的 是到83 球威是80 製球76 Costo29 那主要是只有先發的部分 那球種是稍微少了一點 但是有兩個A的球種 一個是這個速球 還有另外一個這個是我之後會去查啦 球種其實部分我要想要研究一下他的那個中文 還有他的是到底是什麼樣的球 所以其實有點搞不清楚 那之後再做研究 那分數的話呢是到247.5分 平常是A 那再來最後一位呢 應該也是這一次 整個最爛的先發王牌了吧 是養樂多的小裝太虎 其實看得出來啦 他球位就只有73而已 那控球比較高是77 體力78 Costo29 球種部分也是真的比較爛一些 是7個球種 沒有B以上的球種 只有一個C的速球 主要是先發的部分 看下面的那個補球 還是那個Slow Ingrid 都比較低一些 是到B 所以他這個 整體來說就比較爛一點 而且他訓練是5勝12敗 接下來 我養樂多到底是 王牌先發真的是他嗎 還是另有其人 這個我不曉得 甚至說 太好像也不能稱王牌投手 那分數呢是到236.7 上面站在B加 是還有到B加啦 那以上呢就是我們看過了整個 12球團的每一位先發投手了 接下來我們來總結一下 剛剛講到的所有的選手 所總合出來的評價排行吧 那首先第一位我們看到的是 歐立士的三本遊生 第一名歐立三本遊生 分數到265.7分 第二名是巨人經典之之 260.1分 第三名 和大眼熊大 247.5分 第七名是 這個 軟銀的千赫黃大 245.9分 第八名是 羅德斯雙布 245.2分 第九名有兩位 分別是 樂天的暗孝之 還有這個 西武的尼歐 分數是 242.1分 那第十一名的話呢 是DNA的 金友生態 239.8分 第十二名是 也就是最後一名 雅樂多的小張太虹 236.7分 所以總結一下呢 這一次的王牌投手 多了兩位S的投手 也是 應該是整個 目前的選手裡面 多了兩位S 分別是 就是 三門友生 以及 劍也之之了 那我到A評價的 也有 這邊的話呢 是八位到A以上的評價 兩位是比較可惜一點 是到B評價的 金友生態 以及小張太虹 第三大概就是 這一次整個 王牌投手的評價排行了 其實整個A以上的 也就有十位了 還蠻多的啦 下一次出的這個 投手是 十雙雅龜喔 十雙雅龜 十雙雅龜分數 其實我覺得可能會 比小張太虹還要高喔 因為他的球種也還不錯 有一個 兩個B的球種喔 不過這兩個B的球種 我不太認識啦 那分數我相信會比小張太虹還要高一點 因為八勝六敗 感覺也比小張太虹還要好 所以到底為什麼 應該比較晚牌投手會先出在這裡 我也 其實不太曉得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的這個 活動 又來做飯了 做飯活動其實有點煩 就是 要去打食材 然後打完食材之後 再去做對應的這個 這個 料理喔 那我的打法呢 當然都是先把這種 就是還拿不到 先趕快 這樣少的先趕快打一打起來 然後 目前做的話都不會去重複 不會去做重複的料理 就是在這個 整個全部 51種料理收集完之前呢 並不會去 那個 料理的部分 不會去做到重複的 那先把 目前 還沒做過的熊木做完 打起來是有點煩 沒錯啦 但是他的獎勵到2800點的時候 有張S書 所以還是蠻推薦大家去打的 這個獎勵整個其實看起來還不錯喔 拿的這個魂也還算蠻多的 所以當然 蠻推薦大家忍耐一點去打啦 是有拿到獎勵的 所以大家都盡量去打食材 然後 然後 就去做飯 反正 我的建議就是 你前期的話就先不要 做重複的料理 先把你還沒拿到的食材 先 專挑沒拿到的食材 全部去打 然後 不要做重複的 打到最後部分的時候呢 再去 反正其實就是 第一首要目的就是 先把沒有拿到的種類 全部拿到 再去考慮分數的部分 反正你後面應該打了也蠻多食材的 就 後面主要就盡量去補 沒拿到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應該就先差不多到這邊了 希望以上這個評價排行對各位有幫助阿 那 公式的係數調整的話應該會到S2的時候再進行調整 那接下來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每一次都會有這個評價排行 看我心情阿 看這次因為是王牌投手的部分 所以我想要做 那以後有特殊卡的部分我應該也會做 那就 就是這樣子阿 那 剩下的野手 還是投手部分 應該就不會刻意去做了 因為 因為 計算這個分數就 你是要去花時間的阿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讚並且分享出去 另外也可以做到IG 我是肯改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52